你的民主自由法治 你是一定要用鮮血去浇灌的 但是爆料革命和新中国联邦五年来 我们是反对暴力 坚决反对暴力 对吧 我们提倡的是和平 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的 对不对 你看像这个什么 善伟健 善伯这些人 他在西方做这个恶的事情 他盗取这个美国养老基金的这个事情 这个养老基金是我们现在 仅仅知道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基金 就所谓的美国加州老师的这些养老基金 那有很多基金是他没有在公共 因为他会签有些所谓的就像LOOK 签了NDA你知道吧 就是保密协议的 NDA保密协议 你是不知道的呀 这是骗了西方多少钱啊 以后这西方的这些老百姓醒了以后 他不会管你是怎么样 你就生活在海外我们这些老百姓 我们的连孔只要是亚洲人啊 我们都会是一定要付出那种代价的 要偿还的 如果我不站出来的话 那不是习独尊他一个人啊 是整个你中国共产党的 你的这个体制已经是让人残绝人寰了 你让这稍微有点良知的人 一定要跟这个邪恶的人才能吃一碗饭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凋灭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 当然习包子这个帐是一定要给他拉清单的 对呀 富士康呢 富士康这个就是眼前的一个案例 富士康他 我们现在手上用的苹果手机 是谁在制作的 是中国老百姓的孩子们 在那个流水线上这不分昼夜 做出来的苹果 苹果手机 可是就这样一群这种失苦耐劳 就是以世界就是都是和平的 爱和平的中国老百姓 逼成这个样子 活生生的把它封控起来 然后活生生的就是 共产党就是要把这个什么世界共鸣链给打破 然后造成这个世界危机 造成全世界人民受苦受难 这是我们新中国联邦联合爆料革命 是绝对不容行的 我相信这一点 我觉得全世界老百姓已经意识到了 也是一定会站起来 一定是最终 绝对大家是 不管是共和党和民主党 一定会消灭共产党的 这必须的 因为它已经冻到了美国人民的奶酪 世界人民的奶酪